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鱼丸 大家有没有发现,爆裂指甲是越来越火了 明明这件装备近期没有加强 为什么出爆裂指甲的人越来越多 而这件装备又有哪些英雄适合处 今天这期视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爆裂指甲的优点 这件装备的属性很全面 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件装备的属性很全面 是进攻还是防御,又或者是十分稀缺的移速 爆裂指甲都能为使用者提供 这样属性全面的装备谁不爱 那有哪些英雄适合出爆裂指甲 1.出黄道的英雄 出黄道又需要移速和对抗的英雄都可以出爆裂指甲 比如吕布白起 黄道加爆裂的组合可以让他们拥有更灵活的走位 团战中容错率更高 2.有减伤的英雄 我们都知道黄木兰在中阵蓄力1技能的时候有很高的免伤 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爆裂的防御以及伤害提升的话 效果就很棒了 类似的英雄还有云音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所有一类只有一个英雄 它就是药 由于大招的存在 药其实受到一次伤害就可以触发爆裂的五层被动 得天毒后的药简直就是最适合出爆裂的英雄之一 但是大家在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游戏内的局势是复杂多变的 千万不要认死里 不要一股脑的出装 我们下期再见